来吃苹果 妈妈 陪我玩球 彤彤 自己玩好不好啊 好吧 好了 乖 去吧 小心啊 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要不要吃点水果 听说你们 今天的发布会很成功 夜内人士 现在都在等着看 我们历史跟相使 拼个你死我活 来争取梁氏的旅游项目 相军 已经决定和梁瑞强合作 他们怎么合作我没有兴趣 我只想知道 我的老婆 要帮他们工作到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你不要生气好吗 因为现在 冲门已经并入了梁氏 有很多工作要交接 张元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 所以我没有辞职 上次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 我跟童童更重要 是我说的 没错 可是 我 其实你是为了她 对吗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样 她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改变主意 你讲点理好不好 当初我和张元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她帮了我们 她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真的不能甩手不管她 你既然这么想感激她 那你就留在她身边吧 反正她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女人 你自己小心一点 她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那她是哪一种人 她为什么要接近梁月琪 不就是为了要争取旅游项目吗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啊 那 我觉得 她更多的是为了她的父亲 很好啊 她现在在你的心目中 已经变成最孝顺 最能干 最好的男人了 你干吗 吃醋啊 好了啊 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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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点儿面吧 你吃点儿面吧 一晚上都没怎么吃东西 就吃这个 我知道我做得不好 你们也想吃一下吧 我 我会尽快抱出一班的 老公 你不生我气了 对不对啊 伍童 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你可不可以为我想想 我只希望跟老婆能过安稳地生活 我不希望每次都因为外界这些事情 搞得我们这么不愉快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我说了呀 我会抱出一班 等以后有时间了 我还会去抱茶艺呀 插花什么的 我会好好照顾你和童童的 只要为了你和童童 让我学什么都可以的 那这样 过两天 陪我去趟美国 我们可以去散散心 最近烦心事很多 觉得有点累了 我觉得 我还是不要去了吧 你想 童童也需要我的照顾啊 而且 创美现在正在交接 我 不要每次都拿童童当挡箭牌 跟我出一趟国有这么困难吗 创美 创美 创美在你心里面就那么重要啊 你干吗 怎么说两句 气又来了 老公 我现在真的有点疑惑 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 太迁就你 所以你一直都没有放正你的立场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做 真的很过分 我哪里有过分啊 那我也是希望 能通过我的努力 让你和相军之间 能够化解仇恨啊 而且我觉得 历史和相事 是 联合起来 跟梁瑞强合作也是很好的呀 你以为我们三十几年的恩怨 就凭你几句话 我们就可以化解吗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老公 你别生气 出去吧 出去 出去 在向氏与利氏中产生 梁氏总裁前日收购 向氏创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这表示梁氏与向氏 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这边呢 之前的情况还比较简单 财务方面也没什么 特别复杂的程序 不知道梁氏这边 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好 您别误会 创美现在已经归到梁氏旗下 因此梁总 特别派我过来这边 来看一下以后 你们在资金和款项方面 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工作 好 我明白 我们以后多多关照 好 好 再见 怎么样 看你状态不错啊 工作比较多 充实嘛 张总 电话 好 我去接个电话 吴总 你有没有和利仲谋提起 关于梁氏的旅游计划 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事 利仲谋他出差了 我还没有找机会跟他说 等他回来吧 我 再找机会 好 那等您好消息 吴经理好 对不起 您播教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您的通话 将转至语音信箱 请在低声后留言 仲谋 你出差在外 要注意身体 我 彤彤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李总 好 什么事 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这次去美国的行程 如果有任何变动 我会提前通知你